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君武器言,你節目主持Larry 好,這一節又是我們這裡的君武器言跟科學新知Crossover的一個節目 今天想跟大家說消息來自中國 因為中國最近那邊新華社或者最近那邊的官媒都報導了 中國最近有一個航天器,是一個可重複使用的航天器 歸來,從哪裏歸來呢?就是在宇宙太空那邊回來的 叫做在比較近地遊的軌道那裏 進行了一個276天的奧場 終於在早一點時間回來 這算是中國的航天器,即可重複使用的航天器的紀錄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雖然你拿它跟XR7B比,還會差一點的 但始終在中國的航天發展上來說 也有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說一下它 究竟我們講到這個重複使用的航天器 它是否等於一個廉價版的穿梭機呢? 接下來是否代表無論是軍用的民用的太空旅行 接下來是會成為一個現實呢? 當然如果放上去軍用武器的層面上 有否像我們之前所說的一個局部軌道轟炸系統 FOBS那種玩法呢? 甚至乎apply了下去一些最新的導彈技術等等 今天又會跟陳博一起去談談這件事 陳博你好 大家好,Larry你好 陳博,講起這個消息當然都相當驚人 如果在中國國內來說 我想這件事都真的是一個創矩 因為真的從來沒有試過 第一,中國就沒有穿梭機這些東西 穿梭機說真的也是有美國 前蘇聯那時候也有發展的 中國這個由零做到起這個穿梭機 那麼它和真正正正正的穿梭機 是否還是有些分別? 首先,先倒閉一下 你說中國是否真的由零做起 我認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你看到今次 中國方面是沒有公佈任何一個圖片的 具體上中國的設計是怎樣呢? 是否可以做到由零做起呢? 我不是說中國只要不是由零做起代表要抄襲人,其實就不是的 但其實在美國和前蘇聯經歷過這麼久的太空競賽和武器競賽之後 很多的知識已經是你不需要自己視,你已經很肯定是用某幾種的設計 尤其是你如果說穿梭機,你以我猜 中國就算不公佈圖片,他那個出來的形狀最有跟美國的那種穿梭機的形狀大同小異 比如說他後的那個形狀,我不知道Larry有沒有去到430穿梭機的年紀 有看 以前是20世紀80年代時是一個太空穿梭機時代 那個穿梭機的形狀是有一個比較向後的,我們叫Delta的形狀 一個到三角的形狀 就跟我們看到那些飛機的機翼,普通的那些民航機的機翼的形狀 就那種向伸展的方式不是很像的 這個完全是因為那個流體力行,令到我們需要有一種這樣的設計 所以這種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有心準備設計一個 能夠去由大氣以外小小的地方重返地面的一個飛行器 你也是要這樣的設計 所以我預期就是說 就算中國你不需要抄襲別人的設計 但是你基於現實上的知識,你也不需要從零開始去做起 那麼你已經知道那個返回的那一件飛行器 那個設計大約是需要從哪一個形狀開始去做開發 但是無論如何,我也認為這次中國大陸公佈這個消息 其實是很厲害的 那麼它在說這個飛行器 它是由一個基地,由長征火箭幫你運載上去 然後在那個叫做幾乎接近,好像一個人造衛星那樣 繞著地球轉了270多天 然後才下來 而下來的時候也是按照他們的計劃 是下去那個指定的場地那裡 所以就是說整個任務是成功的 當然雖然你說美國以前做過類似的事 但是你說如果除了數美國之外 在世界上還有沒有其他國家 是這麼逆步逆趨地在後面去跟著呢 所以我會說中國那個步伐都是緊隨其後 如果說是同類的技術來講 當然美國那邊對應的就是那個微型的 那個我不可以叫穿梭機 就是一部似穿梭機 但是也會是進去在太空裡 然後繞著地球繞著很久才下來的這種飛行技術 美國是有的 譬如它的機型就叫做X-37B 兩者其實是有些分別的 但是它的分別是不算大的 所以就是說今天我們如果用中國的這個飛行器 來跟美國的X-37B比較 我想是最接近的 是的 因為X-37B 它的記錄就很厲害了 即是它一開始上去天空的時候 可能是80天、200天、300天、400天天 一直去 到今時今日很厲害的 它可以超過700天 即是留在軌道那裡 就不下來 即是說差不多兩年鬆一點 不止了 很厲害 如果說最近的就是90多天 90多天 是的 如果美國做到200多天的時候 就是2011、2012年左右 今時是12年後的2023年 中國也做到一塊可以是200多天 而且起碼已經純粹用這個日數比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公平 但是如果你說硬要用這個數字去比較 這個停留於軌道的記錄 就等於同於美國12年前 如果這樣說 航天科技 分分鐘是現在中國和美國 拉得最接近那塊 比我們平常常說的 飛機引擎 其他技術來說 反而現在真的那個航天上 就追美國追得很貼 可以說 全方位都嘗試逼近 但是你暫時都看到 幾乎全方位 都還是比美國差一些 又可以做一些比較 即是說這一種 無論是X-37B 還是中國今次的飛行器 它這種任務是很特別的 它航天的形狀是尺寸梭機 但是比穿梭機小很多 但是它的負載未必會很差 然後它因為相對比較輕巧 你給它一支強力一點的火箭 它就很容易達到那個預定的軌道 它達到預定軌道的目的 它就不是為了像一個人造衛星那樣 長期的在軌道上 預計它不跌下來的 而是預計它可以是 就算跌,跌得很慢很慢 不需要怎樣外力去把它推上去 盡量用一個省水省力的方法 令它停留在一個太空上面 一個足夠長的時間 如果你不小心 讓它更加大力 它便會留在軌道上 變成一個人造衛星 但是你要給它的力量 又要少一點點 維持一個狀態少少少少 令它可以 都可以最後自動跌下來 而跌下來的那一刻 是可以下去 變成一個像穿梭機的角落的形式 就是你可以控制它的飛行 在一個指定的場所 去適當地減速安全障礙降落 這是一塊東西 它比起穿梭機 穿梭機便會離開 直接進入一個特定的軌道 用來建設施太空站等的任務 而這塊東西 並不是上去那麼高的特定軌道 反而是近一點 但是最後 也會像穿梭機的形式一樣 下來 穿梭機的飛行器 它本身是一個reusable 可以再循環再用的形式 問題是 你是不是整個東西 整個結構都可以循環再用呢 美國在這方面就走得比較近一點 中國大陸在火箭的可回收技術裡面 我們先前提到的導彈和火箭 相對來說 就能及到SpaceX做到的成績 所以相對它的開發成本會比較貴一點 它reusable的資源 要求Halligan會相對嚴格一些等等 陳柏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如果我們剛剛的說法就是 它和書所記有一點不同 它和衛星發射上的軌跡也不同 叫做一個可受控的慢慢墜落地下地球 其實它的融法 可不可以當是太空的駐棍呢 它還未升上太空 它又可以在一個近地的軌道裡面 停留一些時間 可以在中間轉很多個圈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附近也有很多衛星 例如說 它會不會有機會 你覺得可以拿來做一個衛星的武器 又或者我們當然有另一個 回答完之後的問題 就是它有沒有變軌能力呢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像XR-7B那樣 我們都相信它已經有變軌的能力 如果有變軌的能力的話 再作為太空武器 太空警察 太空軍隊 我們經常說太空不應該有任何的 軍事的設施、力量等等 其實這些又算不算是踩界的一個發展呢 向軍事方向的想法 其實所有太空東西都可以很踩界 是的 但是在說回軍事事前 就說了一點 就是那個科研價值都高的 譬如你說 還需不需要一個很長期的太空站在這裏呢 或者是拿這些 就是你如果需要一個無重力狀態的實驗室 那可不可以用這種任務去取代呢 就是那個實驗室和飛行器合而為一體 然後在上面停留足夠長的時間 讓你可以完成這個project就下來 那就相對是安全了 因為舊夜本身自己是一個飛行器 它自己應該就是一個救生艇了 你如果是上一個既定的太空站 有什麼東瓜豆腐 你就要有太空艇上來救 有救生艇上來救 但是現在你的飛行器和實驗室結在一起的時候 似乎是一個有自救能力的實驗室 無重狀態的實驗室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科研價值來說 其實這個概念是挺好的 另外你剛才提到 它應該有一個一定範圍內的變軌難力的需要 它可能不想這麼快下來 那就將自己折高一點 因為你如果在一個這麼近地的軌道 你一定會有一些空氣阻力 都會消耗的 有些摩擦去消耗你的能量 它都會自動越跌越低的 你去到國際太空站 它都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維持軌道的能力 或者甚至按照自己計劃 去脫離軌道的能力 一定會有 問題是你裝備了多少這些營料 讓它做多少的變軌 回到武器層面 它可不可以成為一種駐軍 總可以往這個方向上 你上面看看是扔什麼下來 或者在這裡就留給你慢慢延伸出去說 或者我又可以問一下 其實你自己的感覺覺得 這件事差多少就是一件武器? 其實根本就已經是Ready 是一個武器 我們的說法就是 因為來自俄羅斯之前 是發射過那些殺手衛星 他們上去天空之後 我真的不完全記得的型號叫做Cosmo 5個位置的 我都不記得 Cosmo 2 2 1 1 1 什麼 他們發現 他們是在衛星突然射了一顆東西出來 那個Mask 是很小的 小到我估計是比子彈更小的 這個Mask 是很小的東西 但是速度非常高 在太空軌道附近一閃即小 他們就懷疑 它這東西就是發射了一顆彈珠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太空的無重力狀態這樣打下去 真的打什麼都散了 所以這個是不能夠看少 而當時俄羅斯在美國NASA記載 應該是做了兩次這些行為 美國是有溫度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真的太空製造了碎片 其實你也不只是危及你自己 你會危及到整個近地軌道裡面 所有人的太空資產 所以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看到 如果在這個飛行器上 你知道新的東西出來 無論我們現在說 太空武器有多種 一個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 發射一些東西出來 可能是一顆多子 一顆碎片 又或者可能 有這種說法 就是新的機械臂出來 整個衛星凹走了又不行 又或者它上面有武器 例如我們說的雷射武器 又能夠射盲 或者去消衛它一部分的零件 令到它最後跌下來 消毀了等等的情況 所以如果有無限那種幻想聯想 而這個也是apply 最早就不是在中國這部飛機 俗稱神龍有個說法 是放上去美國的XR-7B那種幻想 因為它始終沒有人會知道 它那個任務艙 其實中間是可以放些什麼的 而中國這部神龍呢 陳博你覺得 其實它會不會都是 看著XR-7B來做的呢 它又是會有個神秘的任務艙 而你又覺得 它這些神秘任務艙 是否純粹只是用來 扔個衛星出去 像自前傳輸機一樣 還是裡面又有些浪浪乾坤在裡面呢 它有多少是看著XR-7B來做的 這件事我就留給大家想像 你如果說一些任務性質 那些相似程度 你會發覺就是 出奇地那麼像的呢 那先回到一些技術上的東西 你剛才提到的一件事 我也同意的 就是它的功能上面 如果它是可以放在一個穩定 相對於穩定的軌道上面 圍繞著地球村 首先不要想它怎樣 對地面上有什麼攻擊 你如果射到一些東西出來 如果那顆東西很小 其實對周圍它的軌道附近 在飛行中的其它衛星可以很大影響 而且如果它有一定的變軌能力 它可以譬如說 轉到第二個位置去 去挑選它的目標 來去修補它 甚至破壞它 即它本身就是說 會不會這件事 可以幫我們做一些衛星修補工作 那我會說是的 反過來也可不可以 將別人不想修補的東西 就弄壞它呢 這也是另一個方向 所以如果你說美國搞太空軍 去發展一個太空上面的軍事威脅令 它未必是在說威脅地面 而是在威脅太空裏面其他敵國的目標 那這個東西是很小好用的 現在這個XR-7B的這類東西 當然中國它都有claim自己的太空領空 它有沒有太空軍這件事 我想它不需要讓它說的 它自己有沒有一個部門去專責管太空那些東西 那它一定會有想這件事 因為它已經講到太空領空這個概念 所以我會說 就是它在那個軍事上 那個防衛的思維裡面 基本上就是 我給我一次的了 就是我覺得 我有能力捍衛我的太空領空 甚至乎我有太空上面的防禦力和攻擊力 但是這件事會不會又會對地面的東西 是會有影響呢 可能這也是我們有趣的方向 暫時看到 如果你只是一粒很小的東西 對地面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是如果它自己本身下落的時候 本身它是廢帶武器的 那它當然就是一連武器了 所以這個就是很多引人走上的地方 還有陳博剛才提到太空領土這個概念 當然可能都令我們覺得 例如南海 它有它們自己的主張 有個申索 究竟有哪些地方屬於它們 還有陳博你覺得 最後講回 它們很職業神龍 即是坊間 有個說法的神龍 官方沒有特別講到的 如果這個神龍的飛行器 它再發展下去 你覺得它會不會有什麼有趣的數據 一些參數 其實接下來會對中國的軍事發展上 會有些避益 例如我們說 在飛彈 高輯速武器上 你覺得它本身 或者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一個叫做局部轟炸的系統 在軌道上轉轉轉轉到差不多 就下來炸 炸到 故意找到你防空最薄弱的 極快速度炸你 威脅你的國家安全 這樣高度炸下去也不要說核彈 普通彈炸下去也真的玩完了 你覺得這樣發展的機會 潛力大不大呢? 在中國 我想不只是從中國那裡說 譬如說整個 這種叫做 它有個名字叫做 suborbital 即是中文怎麼翻譯呢? orbital就是軌道 對 亞軌道 這種飛行技術 可以按計劃地發射 按計劃地停留 按計劃地去回收 而這件事最後可以重複再用的 這種概念呢? 你就知道中國、美國有去搞 那它跟 你說如果向武器那方面想 我就想回應 剛才你有提到一個就是 那個高超音速武器那裡 因為本身這件事 就是一件高超音速飛行的一件事 那它就是這樣說 它高得很高 因為我們現在一般定義高超音速的武器 你有回音速的 五倍 五倍以上 音速五倍以上 即是每秒一公里左右 就已經當成 每秒1.5公里 那如果你說這些 由那個亞軌道下來 你每秒七公里、八公里 是這樣的 它是那種 比起高超音速更加高超音速武器 是 那 好了 這件事是否直接 可以變成一個叫高超音速武器 那首先 穿梭機降落本身 它要在指令場地降落 一定要慢慢地減速 減到一個適當的速度 讓你可以多一點時間去定位 找回指定的軌道 找回指定的位置 修正你的軌道 下去指定的場地 所以你說 如果是降落的技術 安全降落的技術 和你去高速轟炸的技術 是兩回事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我是要高超音速地撞擊一個目標 我在由離開軌道到下去目標之前 我不想去減速不特止 最好就是一直維持這麼高速 然後還要一直維持這麼高速之餘 還要有能力去找到對的地方站下去 現在說 比如說中國大陸那些高超音速武器 它的準程度是距離目標不差 二十多三十公里 那就是目前的水平 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到 你看回烏克林戰爭那種 你真的要做到精準地去炸下去 你其實off了超過五百位 基本上已經是不行了 可能你要說是一百位範圍 以來你才當你炸得中 還要看你用什麼的彈頭 那個彈頭的威力 能覆蓋你的目標 才能夠維持民眾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是一件不是普通的高超音速武器 是高超音速到一個地步 好像由一種太空飛行器下來的速度 比起高超音速武器還要快多幾倍的速度 你又要求它有這麼準成的光炸能力 的瞄準能力 你可以想像到這個對於無論中國 美國都是一個非常難去掌握得精準的技術 所以我就會覺得 這件事本身 它可以成為一個 光炸地面高超音速武器的一個基礎 但是有到最後一步要準確的光炸目標 依然有一段比較長的技術開發的路要走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potential的發展方向 但是始終以現行的技術來說是困難一點的 都相信是 之前因為中國 perform 了FOBS 局部軌道轟炸系統 美國那邊的情報辭出 其實都是震驚的 令到美國那邊的震驚 就算成不成功也好 它有偏差 當然那時候的報告也說 偏差也不小 就是剛才添莫說幾十公里 但是如果在宇宙回來的幾十公里 就可能沒有大家想像 平時在地面發射 最後幾十公里那種的午差 那麼遠 其實那個技術上 已經收窄了一個比較小的範圍 所以大家又不能夠掉以輕心 覺得在太空回來 幾十公里都炸到一個城市 但是如果在太空的角度來看 就真的很近 其實 那個午差可能就收得很小 這個我們就會再觀察 即是接下來 中國這些航天氣 還有很多位還沒說 包括 它這個軍用也可以 如果你拿來做民用 又會怎樣用呢 拿來做民用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 接下來的太空旅行 那個開發 是可以更加順利 更加之便宜 更加之普及 是否會創造更加大的經濟價值等等 這些我們留待之後 那個後續的發展 再和大家高負一下 謝謝陳博 好 我們就在之後 還有世界防衛消息 其他的烏克蘭戰報 再和大家再見 好,拜拜 拜拜 拜拜